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啊 正说的书呢 穿进一条狗来 书脚都不说 还把听书的给咬了 老板 对不住了 有什么对不住的 咬得挺好 明儿啊 我把这书厂子 挪到茶院大堂上去 让一让 让一让 我得看看造进了多少 我得瞪鸡早扯呀 造进了多少您都瞅见了 您看着写吧 我就跟你写上 献过一切吧 你说你 自打咱们爹妈没了 您有一天让我省过心吧 小时候怕你挨饿受冻 大了怕你娶不上媳妇 熬不上功名 这好容易熬到了督察院 你又不好好的当差 老跟上头较劲 救你成 姐姐 您就甭数了我了 街城照顾我这个屁股吧 雍正官瑶粉彩酒壶一对 康熙官瑶的鱼盘两个 乾隆官瑶粉彩的花瓶一对 还有 我学老板 你们家开的古识饭馆吧 我 我听着瞎鼓完天哪 大六 你干什么来了 听说贵老爷让狗咬了 咬得还挺着地方 过来看看嘛 要说这狗 真的挺仗义的 他专检肉厚的地方下口 有点意思啊 滚 你快 先去狗 干什么呀 大六 你们家老爷被狗咬了 想拿我出气啊 跟我动手 你呀 再跟你五爷多练几年 多练几年 我现在没功夫大力 等我办完了正身 看我怎么收起你这个小小子 去 这传出去都是笑话 堂堂的寻成玉石愣让狗给咬了 你瞅瞅 四个大牙印子 突突突地冒血 你手底下就没有个办事的牙医啊 这么条破狗 还非得让你御驾亲政 我不是怕他咬了别人了吗 你先顾自个儿吧 哪找你这样的倒霉蛋去啊 一绑的童年全都在督察院里头当餐 别人风吹不着雨打不着 唯独把你发配在街面上 行程玉石应该是一年一换 他个你可倒好 这溜溜的八年了 还是个寻街 雷公大势子 专简软的你 姐姐 爹 要得出去 有客人 贵客 贵客也当家 人家说是公事 公事 公事上衙门去 家里头不办公 办公的时辰 贵老爷不在衙门 怎么跑回家来高税了 在下只好一尊就叫了 足下是谁啊 老朋友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是 这位爷 我们贵老爷病了 咱们有话上外头说去吧 跟我说一样 本来是无所谓 跟您说也一样 只是男女受受不侵 还是个避嫌疑的好 大姐 你和妞子先回避一下吧 哎 哎 我说你别关门哪 你关门干嘛 你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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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花 贵姥爷 要是让我姐姐看见了 非撕了你不够 我没惹她呀 她是拯救人 最看不上你们那行的 我哪行的呀 你别忘了 我可以人从凉了 是啊 关家的三姨太太 你跑到我这儿来干吗来了 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走投无路 还只好又来找你了 关大人不要你了 不会吧 他跟我说得好好的 要管你一辈子呀 他一鸣呜呼了 你没听说呀 我一个南城巡街的 我上哪知道西城的事啊 你那叫磕牙签儿 你那叫磕牙签儿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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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见了吗 瞧见了 你瞧瞧什么了你 我们家缺了谁都行 就是不能缺我姑姑 我算是听明白了 关大人前脚一霉 关家大太太就把尊家给轰出来了 整个儿算是毛肝爪儿静 白忙活一成啊 那关大人临死之前 也没给您留点什么呀 反正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咱们别一膏子打翻译传人 这儿还有个男的呢 您也算一个 当初 你干嘛不娶我 咱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请坐 你怕 我还非提不可 我都这样了 我要死 也死个明白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那点家当 我怕你受罪啊 所以你就眼瞧着 我进了关家 一声补坑了 姓关的 还算是个正派人 他是真的 在意你 喜欢你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吧 还提这些有什么用啊 对我再好 也是恍如隔世了 他那一车话也该说完了 去 把他给轰走 这怎么轰啊 轰人你都不会啊 你端碗茶进去 只要他一伸手 你就喊 松客啦 我怕我喊不出来 姑姑 还是您去吧 我又不是你们家 使会丫头 你现如今 有什么打算呀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 我想跟你 重演就梦啊 别 这 这 这可不成 我 我 我连正房都娶不起 我还能娶了如无夫人呀 你想起姨太太 我也不想当了 要当啊 就当你的正房 别 别 你敢说 你心里从来没我 我不能坏的规矩 那好吧 我穷子饿死 就是要了饭 我也躲着你们老贵家大门口走 谁也不认识 谁 你等等 我是说呀 往后的日子 你打算怎么过呀 我还能怎么过啊 也就只能 只身为业了呗 你还想重操酒业 凭我 凭我小金花撒字 就不信没有立脚之地 关大人的姨太太 崇出江湖 艳志崇章 我保他们 闻着味儿就来了 我光听说过 我光听说过姑娘们从凉 还没见得过倒呛锅的呢 烟花日子你不是没尝过 你这是何苦啊 我不回海棠班 顶门利户我自个儿干 那可不成 南城的青楼厨馆都在我这儿挂号 你不挂号呢 就是暗的 我就得抓人 我今儿就是挂号来的 这是怎么话说的 伤哪儿的 夏大叔 不难啊 夏大叔 你可来了 快过去请 请大夫了没有啊 牛大 赶紧的去同仁堂 弄两天金创高的 记住了 入工账 好 来 哪屋呢 这屋 贵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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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听说 你这是最过最过 老三 您请这边坐 有客人啊 贵老爷安心静养 您有功夫 在下告辞了 我分手 哪位这是 你给我弄管了 贵大哥 你说这几个臭军兵 他们干嘛的 哪儿轮得上 您往上冲 回头我扣他们观想 行坐 行坐 贵大哥 四海鞠的盒子菜 您再往这儿瞧 一壶好酒 好嘞 怎么了 那狗咬的就是那儿 贵大哥 那狗咱们逮着了 逮着了 好 走 瞧瞧去 牛大 把顶带给爹拿过来 好 瞧瞧去 要不是怕它是条疯狗 地球们早吃上狗肉锅子了 你甭吓唬我 我可叫它咬光啊 老三 这畜生身上好像少了点什么呀 没少啊 抓来的时候就这样啊 谁抓来的 眼狼我 二伯爷 慢走着您呐 想着来啊 爷 您慢着点 留身脚底下 里边请 里边招呼着 谁找我呀 贵老爷 贵老爷 您不在家调养 怎么又出来寻街了 没法子 到什么时候 我也得寻街 你得做梁上君子不是 贵老爷 您可别拿我打哈哈 这都七八年了 我在您南城地面上 可没做过案 东城西城北城呢 那就不是您的一亩三文地儿了 赌他们的眼块 赌我的手块 你住在南城 敢说 你没做手脚啊 兔子不吃窝边藏吗 你要是吃了呢 谁穴口本人告我刁壮 我跟他没完 你敢不敢跟他对质啊 他还真把你告下了 对就对 他还真把你告下了 来 你自己也不在乎 看 你不在乎 你会让我推手 就在乌散 本官劝您老老实实交出赃物 免受皮肉之苦 您可别吓唬我 我胆小 说我有盗嫌 您得拿出证据来呀 带人证 带人证 这一人犯 不 不对 这一狗犯 姓自名水 家住哪里 快快报上名来 不得喧哗 今天 你在十字尖上横冲直闯 脖子上戴着个项圈 怎么这会儿没了 谁拿去了 此人 现在是否就在堂上啊 你说在 在哪儿 你大胆指认本官为你做主 是他吗 大胆厌恶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 我冤枉 我到杜财阳 告诉你去 那你就是铁嘴钢牙 死也不着了 来人哪 把他两个给我锁在一块儿 看他们谁先改口 是 我掐什么去 看什么 老实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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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老实 你回来 你回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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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嘿嘿 怪不得呀 还乡着保时呢 让弟兄们都辛苦辛苦 陪我再审一趟 还审严老五啊 这回不审人了 审狗 那印呢 算他个十斤不卖 放了 有一没二 下回可没这么便宜了 这一狗才 多亏老爷明察秋毫 才让你的相权 完毕归照 老爷我审完人 该审你了 说吧 你家主人是谁 快快报上名来 不招 不招我也知道 看你随身携带之物 十分的名贵 看看 香着玉 还欠着宝石 看来你的来头不小啊 你家主人是管养不管教 纵犬伤人的罪名 你算是给他坐实了 只要你供出你家的主人 本官绝不为难于你 说吧 真是蠢牛木马 小木难鸟 来呀 大行伺候 老爷 重则四十大马 他是条狗啊 本官岂不知道他是条狗啊 三字经上说得好 狗不叫 姓乃千 这四十板子 本来该打他主人的 可恨这狗才 护主巨贡 那只好打在他的身上 削在他主人的脸上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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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狗犯还敢咆哮公堂 来呀 打 把这四十板子 暂且记下 把这狗才压到咱们茶院门外 暴晒三天 来 慢着慢着 何人喧哗呀 年兄 我呀 马上行 原来是督察院的马老爷家道 您看我这堂上还有点事 等退了堂 我再接驾如何呀 小弟替你做主了 退堂 嗨 嗨 嗨 老马 老马 我可就这点威风 还都让你给扫了地 往后 这南城要是有点事 我可枕不住啊 年兄啊 你差点闯了大祸呀 我祸从何来呀 你知道这条狗谁家的 知道我还审吗 气背了呀 啊 哎 哎呀 齐 齐 卑勒家的 你以为是谁呢 这狗啊 叫赛虎 是得意志进贡的名种 是什么 是那个黑 是黑背 对 黑背 既然是齐卑勒的心爱 那就该看好了呀 怎么放他跑街上 啥也来了 平日里啊 有个狗官专门伺候他的 谁想春河日丽 这狗也发情 得一只光进了条公的 没进母的 赛虎一着急 就红杏出墙 跑街上打野神来了 他南城 他南城祸害了一路 人羊马帆过万朝天的 就这么罢了不成 摊上的任倒霉吧 其为了可是福王爷的爱子 当今圣上的堂兄弟 皇上都给这爷儿俩面子 谁敢找他的麻烦呢 可我有一事不明 想向马年帝请教 你是年兄 我听你的 那请问马年帝 您官居何职啊 贵州道监察御史 这你知道啊 贵州道所长 贵州省大小官员 监察考核外加 监察工部太普寺 我怎么听着这里边 没有替其贝勒找狗的差事啊 年兄啊 你拿着开心啊 这不是其贝勒求到我了吗 受人之托 讨你个面子 真的是其贝勒索雅 没错啊 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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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那其贝勒是何许人言 他爹是当朝的极品王爷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上马管君 下马慕民 那是何等尊贵 至家何言 其贝勒付此子孝 也必然是爱民如子 怎么会放出恶犬 来危害一方呢 您准是错了 哎 满年帝 得了 我该怎么办 我还得怎么办 你称信啊 那要不这么的 您让其贝勒聚个节 我好结案呢 其贝勒给你聚节 别说你个小小的南城寻街御史 他也是一跺脚 咱们整个督察院都得调土 狗笼子搭出去了没有啊 回老爷 大路去了 给我看住喽 谁敢撕下你卖人情 给我放跑喽 本官按坚守自盗论处 是 又觉得 你等着 搬兵去吧 我就不信 可这北京城 没人治得了你 好 没有 wie 臭 都不愿讨 我 他 Beer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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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燕老五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叫你当堂骄赃 你不服事吧 憋着我走单了 还想给我一砖头不长 一砖头下去 我在南城就待不住了 要你的好看 我才不费那个劲呢 你有膏子呀 豁着一宿不睡 把南城的买卖家 挨门偷个遍 然后远走高飞 叫我追不了脏破不了案 来个丢官罢职 你才没事偷着乐呢 真把我挤兑到那天 那也说不定 三百六十行 你就不能学学好改改行 甭提那么远 就睡眼前的 我这案结了吗 下不为例 那条狗呢 衙门里头拴着呢 自个儿瞧去呀 回头有人认呢 算他自投罗网 要是人家有权有势 官比你大呢 是当官的都比我大 你会不会官官相护 偷着方了呢 我是那样的人吗 这回可不一定啊 那你敢跟我打赌吗 赌什么 我要是输了 我可以辞官不作 你要是输了呢 随你怎么罚 我罚了你可得认 罚什么 罚你金盆洗手 我从此改行 这看着眼熟这是谁啊 是你呀 是贵老爷 奴家接贵方一块宝地 租房立户 往后呢就是您的子民 御使老爷您多照应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真回班子了呢 行了 听人劝吃饱饭 好马不吃回头草 往后好好过日子吧 你怎么知道 我不吃回头草啊 那你不是 礼不关玉了吗 这四个字 就是我的金子招牌 我说 地使老爷 您可看清楚了 我可是礼不关男人的家眷 您敢再多迈一步 就是擅闯民宅 娘子 爹回来了 快吃饭吧 我给你做的炸酱面 给我弄盆水 我洗洗手 爹 洗手吃饭了 知道了 牛子 哎 来搬个忙 爹 爹 爹 妹妹 姑姑怎么了 小心点 呕着气呢 跟谁呕气呢 跟你呀 跟我 呕什么气 我不知道 谁 谁惹姑姑奶奶生气了 造反呐 是不是 是不是妞子你啊 这屋里造反的简直就是你 谁 谁招惹我老姐姐了 你还知道我是个姐姐啊 我从小 就是老姐姐带大的 我就是忘了我桂兰山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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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忘不了老姐姐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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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郎姐姐生气了 你还知道我是你姐姐呀 您的话那就是金玉良年 那就是上旨 你要是抗旨不尊呢 那就让那个恶狗再咬一口 那好 你先把赛虎给放了 势众三日这才刚第一天哪 你堂堂的一个御史老爹 循街就够丢分的了 你跟叫狗交什么劲哪 都成了人家画伴了 鬼来山管不了人 光跟狗过不去 再有人给你揍上一本 你这小小的前程还要不要了 先让我爹吃饭吧 这面都驼了 说好了再吃 给老姐姐话 兄弟面上管的是狗 狗子里管的是人哪 什么人哪 俗话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哪 我得叫狗的主人低头认个错 往后他再在南城横行 他心里得掂量掂量 人家都已然求到咱们门上来了 我答应了 谁啊 徐飞啊 不能吧 甭管是谁了 你放不放吧 老姐姐 马上行有日子为上咱家来了吧 不是他 不是他 您怎么知道那个狗子叫赛虎啊 老姐姐 你忘了兄弟我是干什么的 就这么点小案子 我就吃炸酱面就破了 你说句痛快话吧 你放不放 八成 他就在唐屋里存包着呢 牛仔 请你马大叔 过来吃炸酱面 他搬酒瓶 搬到大姐您这儿来了 我算葡萄了 尝我的后露 专锁我的软肋 把他叫出来吧 爹 你快吃饭吧 你别记得小把 人家也是好心好意的 好好好 我 我狗咬吕中银 人家马大叔说了 还有好事告诉你呢 就是啊 我还有好事 就冲我这好事 把他请出来吧 年兄啊 你消了气了 嘿嘿嘿 我还敢生气啊 我后院都着了火了 我可是有天大的喜信 你啊 要回督察院了 您别拿我打开开喽 千真万确 咱们掌院八大人 一锤定音 尿大 给你码的 叔叔让个座 快快快 来来来来 那怎么着 我坐你 你怎么着 我站着 我坐不了 您不是不知道 八年了 总算有人想起你来了 回院 寻街 一天一地呀 这些年哪 真是苦了我贵年兄了 我们啊 全替他报屈 回到督察院 那凤银虽然长不来撒瓜俩嫂 可刚一立东 下面的银子就到了 那叫探镜 没等三幅 冰镜又来了 还是银子 逢年有年镜 过节有节镜 就连自个儿的生辰寿淡忘了 还有人替你想着呢 你说这叫加一块 如同长了好几瓶哪 能有这么邪乎 监察御史嘛 管着省呢 和省大小官员 谁不巴结呀 是不是啊 这就叫萝卜虽小 可长在被儿上 还不快谢谢人家 甭说谢呀 自己的兄弟 这谁把我想起来了 还有谁呀 咱们俩考晋诗那一年 八大人就是咱们的宗师啊 那师生之一也不是金诗啊 那早不提晚不提 早不提晚不提 这出如其来呀 想起你那就不错 你还想乱在街上啊 您还甭说大姐 这猛一劲儿离开南城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你甭见骨头 南贫北贱 这有什么呆头啊 我爹这轿子啊 得了便宜卖乖 来啦 那条狗我就带走了 不猫 啊 明儿 我亲自跟本主送回去 你送 也得让我借机会 捧捧钢钢啊 你不傻呀 他说亲自送了来 是 我想也就是 父亲请罪的意思吧 我听说 他有个外号叫什么 鬼南禅 他本名叫桂兰山 就是夜色蓝山之意 桂兰山叫白了 就叫成了鬼南禅了 鬼南禅 这回他也不南禅呀 算他知趣 没说的没说的 你告诉他啊 我那个赛虎可是有分量的 瘦一两一千 他可赔不起 是 我姑姑说了 有肥有瘦才香的 麻烦你给炖成馅啊 牛仔 牛仔 你问今儿是包包子呢 还是包饺子呢 包饺子 谁过生日吧 干嘛非得过生日啊 那肯定啊 有什么喜事儿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我也猜得着 肯定是你爹呀 给你定了亲了 你胡说 才不是呢 你就是把脑袋猜疼了 你也猜不着 肯定是你爹贪王法 发了大财了 对了吧 你 你才贪贪王法呢 你不是东西 你不是东西 多少钱啊 两个没 我钱呢 麻烦你先给我留着啊 买肉不带钱呢 找什么呢 是不是找他啊 你偷去了 快还给我 天底下的钱都一样 你怎么认定这钱就是你的呢 我的钱都有记号 是用红绳拴的 红绳拴钱的多的是啊 牛仔 我的钱一共二十枚 第一枚是康熙通宝 第二枚是乾隆通宝 其余的都是嘉庆的 你的钱还都有名有姓呢 哎 拿去吧 嗯 不过得告诉我 你们家有什么喜事啊 我爹不让我说 做不过早晚的事 好事传千里啊 哎 是不是 你爹也给你找了一个后年了 胡说胡说胡说 那肯定是升官了 这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哎 哎 我的姐姐啊 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你听说了吗 贵老爷要离开南城了 瞎说 他也能从西边出来 就他 一不会巴结 二不会凤影的 老老实实在南城待住了吧 你没听说呀 一街上全嚷嚷动了 街面儿全说 那姓贵的在 没显出什么来 他这一走啊 可是稀罕他了 谁知道换个什么样的来呢 各家铺面 光是接风孝敬 就得换好些个银子呢 你听着没有啊 嗯 他上哪儿去啊 放了外认了 准是呗 八年的御史 一到外地 起码来个石区的知府 一任轻知府 十万雪花银哪 这三年下来 那还了得了 不过 他也够穷的了 我瞧啊 这朝廷是要调剂调剂他 叫您回海棠班吧 您偏步 海棠班再不好 也是有名在侧领了步骤的 有个大事小情 也不怕见官 咱这可是撕的 有贵老爷在多少有个照应啊 他这一高生 来个生鼻子生脸的 得花多少银子才能喂熟了呀 你发什么愣啊 这回观音菩萨可是显灵了 祖宗保佑 咱爹妈在酒泉之下 护着你呢 回了督察院 你可千万得改个脾气了 大姐 督察院大门朝哪开我都全忘了 那门朝难开 用得着你说 他知道 遇事你得学会了先听上头的 这叫揣摩上意 做事不游动你累死也无功 上人见喜才有你的好果子吃呢 没错 别再犯你牛脾气了 我牛脾气早就没了 你老实的作难 你甭跟我打马虎眼 表面上嘻嘻哈哈的 你心里头有自个儿的小酒酒 认准的事酒头牛都拉不动你 知道了 大姐知道了 我随后 我随后 你也甭给人使那年损坏的 让人家有苦说不出来 那上头明白着呢 一时让了你 还有下回呢 那小邪还不是现成的 对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没你说的 可妞子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我当姐姐的不求你生多大的官 封喉败相 只求你平平安安的 再选个好人家 给妞子娶个后妈 成了家 我也就撒手闭眼 能见咱爹妈去了 大姐的脸成个小花脸了 大姐 conse跳 总 派 你 莱 ahh 她 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